前首相纳吉撤回声称SRC案高庭法官纳斯兰涉嫌受贿的指控 但他将提成新的证据 以便证明纳斯兰涉及利益冲突 进了要求推翻最诚的裁决 马新社报道 纳吉通过律师楼于上星期五入禀宣誓书 纳吉在宣誓书中表示 他已经明确地撤回 任何可能抑止纳斯兰疑似遭调查受贿的说法 尽管如此纳吉坚持 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纳斯兰涉及利益冲突 因此应该废除SRC案的判决 控方7月份曾经表示 纳吉不能够以据说是纳斯兰向反弹会给的口供 来废除SRC案的判决 因为所有口供都受到官方机密法令保护 两年前纳斯兰宣判 纳吉在SRC案中七项罪名全部成立 必须入狱12年和罚款2亿1000万利级 上诉庭去年也驳回纳吉的上诉 如今纳吉在联邦法院进行最终上诉 联邦法院将在8月15号起审理纳吉的上诉 审讯日期长达10天